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得对没有舟船渡口咱好过师父怎么办 孙悟空一瞧也是着急 带我老孙查雷一看 说着话往起这么一蹦 蹦到半天空 手搭凉棚四下来这么一瞧 又落回来了 师父啊 要是俺老孙过嘛 打个喷嚏就过去了 要是这呆子过呀 估计这俩跟头也能过去 但是要放个师父您肉体凡胎 那可是千分的难过 万载的难度啊 唐僧一听真有那么难吗 为师我骑在马上 尚看不见对岸 这条河到底有多宽呢 孙悟一听多宽 师父啊 刚才我飞起来看了 这上游 下游 上不见头 但是对岸我看着 少说离这边八百里 孙悟一说八百里 猪八戒也不信呢 你就吹吧 八百里 你说八百里就八百里 我看到不了八百里 你瞧 你这个呆子 我是你师兄 我说话你都不信吗 我这么跟你说 我这眼睛就是齿 知道吗 你的眼就是齿 我才不信呢 俺老孙这眼睛 也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 跟你这么说 就在这白昼之下 千里之内 我能看出这路上行人的吉凶 你信不信 刚才我飞起来看了 八百里 我才不信呢 哎 到时候咱要过去了 咱俩 不够八百里 怎么办 不够八百里 我挑一个月行李 那要超了八百里怎么办 我再挑一个月行李 多嘞 这话是你说的 我告诉你他就不可能八百里 我就不信了 这俩徒弟斗嘴 唐僧不愿意听 天天这俩呀 猴吵猪斗的 闹腾 他呢 一搏码头 顺着这河边溜达 瞧瞧下游有没有水缓的地方 能够过河 正走着呢 就瞧这路旁河坡上啊 有一桶石碑 这石碑上头写着三个转字 流沙河 唐僧赶紧下马 走到石碑进前仔细观桥 石碑上还有四句小诗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 鹅毛扶不住炉花定底沉 哎呀 赶紧的从道旁找了个草叶 往这河里这么一扔 按说草叶能飘着 这草叶一点水花都没有懂 沉下去了 阿弥陀佛 这是什么水呀 连这草叶都扶不起来 怎能有舟船渡河呀 唐僧这儿着急 孙猴子跟猪八戒这时候也来了 孙猴呢一看这石碑 呆子 我说什么来着 八百里 看见没有 这碑上写着呢 八百流沙界 猪八戒一听 还真有证据 过来一瞧 还真是八百流沙界 拿手摸摸这石碑 冰凉棒硬 猪八戒犯脏心 看看这石碑 看看这猴 看看这猴 看看这石碑 心了话说 你别瞪根毫毛 弄了吧 想到这儿拿起自己的大耙子 照着这石碑 他 就这么一抡 唐僧吓一跳 八戒呀 你没事打这石碑做甚呢 师傅 我怕猴哥使得障眼法都蒙我 这儿正说着 这人就听着这流沙河里 contractors 水上 κάν 尽brance 师父挤人转个头来 这么一瞧 就瞧这盒面之上浪翻如山 波涛四岭 两下里这么一分 打里边 钻出一怪物来 是个妖精 这妖精长得 是凶神 恶上 只见他 赤发 红眉 脸色轻 一对大眼四肛灵 狮子鼻 大嘴叉 那落腮糊的就像大葱 根根朝上直直了 您琢磨什么模样 身穿着一间鹅黄肠 粗布的大带记腰中 月牙的大蝉拿手内 有九个骷髅挂前胸 不雅如凶神和恶上 他哇哇的大叫不住声 我来 我来 好 好 猪八戒一劲不带慢 抄起了钉扒往上冲 钉扒一轮 乌它一下带着风 就这一下打得身上就不清 这妖精 撤足抽身躲过去 手中的大蝉往上营 诸五八计拿着钉耙露头盖顶往下砸 这个妖精大谈一横 绝火烧天盲遮营 这俩人并未打话交了手 打了个一冲一进一闪一退 里外不透风 十个人见了九个人精 眼看着八戒难取胜 当时急坏了孙悟空 这个呆子太笨了 说这孙猴怎么这么急 咱得说清楚了 自打这高老庄捉着猪八戒以后 孙猴就没有什么显露自己本事的时候 好些日子没动手了 手痒难耐 再加上看这猪八戒和这妖精打 这叫什么事 动作太慢 招数太松 拿个大耙子 连拍带low 怎么瞧怎么不像打仗 还像low弟的 所以他着急 赶紧的把唐僧请到河坡的高处 师父 再次等待 我去帮那个呆子 说完这话 打耳朵里头 把神针铁掏出来 喊了一声掌 顽口粗细一抡 妖女 看吧 话道棒道 奔着妖精就来了 这妖精呢 也不知道来这位多大的本事 拿手里的月牙大铲轻轻这么一躺 咚 怎么回事 他想的是把这棍封出去 可是没想到 一接这棍 棍臣立猛 自己扛不住 往后一仰 扑通 就掉到流沙河里了 按说孙猴这一下呢 是帮了猪八戒了 猪八戒不干了 你干什么呀 烦死了 我这再跟他打两下我就赢了 你你搅和 说完这话 猪八戒一扛这耙子 奔着唐僧就去了 师父 大师兄他搅和我 我刚才都快把那妖精给打赢了 他过去一搅和 那妖精又跑了 您得念紧箍咒 治治他 猪八戒就好打着小报告 他一说这话呢 唐僧一听啊 哎 八戒啊 不要吵闹 朕说你把这个妖精打赢了 打死了 咱们师徒依然没法过河呀 朕要说过河 还得找个熟食水性 了解地形的 给咱们帮忙呀 猴边人一听啊 师父 这妖精既食水性 又熟地形 何不把他生擒活捉 帮咱们过河 朱伯爹一听这话 双挑大指 有点意思 师哥 就这么办了 你现在活捉妖精去 马上就走 我在这保护师父 师父 走 我保护你 让他去捉去 捉活的 朱伯爹一说这话 孙猴也乐了 师弟 师弟 朱伯爹一听啊 不对 我告诉你 少来 我知道 叫我呆子没事 叫我师弟 有事 你要干什么 师弟呀 他是这样 这个俺老孙吧 上天 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天上地下 没怕过谁 但是这水里的功夫 实在不行啊 我这一下水 就得掐个避水绝 我总不能一手掐绝 一手打妖精吧 师弟 师弟你就不一样了 你是天鹏元帅 带领过八万的水军 你带的那些个水军 那谁不知道 多厉害啊 我们都惹不起啊 你这武艺啊 肯定比我强 水下的功夫比我好 能者多劳 师弟你走一趟吧 孙猴一说这话 朱伯爹爱听 哎 对喽 师父 您听见没有 大师兄可说了 他不如我 请我帮忙 那没办法了 师兄说的话 师弟得听啊 您呐在这儿稍等我片刻 我下去呢 去拿那妖精去 让大师兄啊 保护会儿您 哎 说完了话 扭声要走一琢磨不对 这猴别挖坑买我吧 猴子 师弟 我下水倒是没问题 可咱得说清楚了 水下要是就这一个妖精 我们俩打上几个回合 还无的所谓 可是这水下要有妖精窝呢 怎么办呢 你得琢磨啊 我这一下去 七大姑八大姨 这妖精七窝八带全来了 俺老猪就这么两只手啊 双拳难逼四手 恶虎还怕群羊呢 我打不过怎么办 师弟 你别真跟他打 你呀 且战且退且退且战 你把这妖精引上岸 真说他上了岸 俺老孙呢 帮你咱俩人带这妖精怎么样 那还差不多 行吧 我下去试试 师父 我走了 说完这话 一扛这大耙子 舔胸蝶度 要不扬威 来到河边 啊懂 跳河里了 他跳水啊 不考虑水花的问题 那水花唰就上了 啪就给猴拍了 哎呀 这个呆子 弄我这一脸的水 周波剑下河 也不知道这妖精藏在哪了 左找没找着 右找没找着 骂两句 一横着耙子 妖孽呀 你出来呀 蹲蹲蹲蹲蹲蹲 什么动静 冒泡 来呀 在你猪爷爷钉耙底下受死 我一耙子挠你九个大屠龙 你在哪儿啊 你出来呀 他这么一骂 周波剑骂人呢 能骂出花来 这妖精还真听不下去了 一横着大铲 跟猪八剑又打起来了 俩人在这水底下一打 猪八剑呢 打了几十个回合 且战且退 且退且战 妖精认为自己武艺好 随战随追 这俩人又打到岸边上了 这俩人不上岸了吗 孙猴在岸边都急疯了 哎呀 怎么还不上来 怎么还不上来 其实没有一刻钟 说他干嘛等不了 猴急猴急的吗 不就这么来的吗 真点着急呀 抓心挠肺 一会儿的工夫瞧这水面上翻花 行了 来了 掏出铁棒这预备着 等这妖精一露头 孙猴子上去 看打 这妖精之前吃了亏了 这回多少有点防备 一看这毛脸雷公嘴奔自己来 懂一下 直接掉头就扎河里了 他下去了 猪八戒站在河岸上 这哥气 臭猴子 你要干什么呀 我这费半天尽才把他引上来的 你就不能等会儿吗 你等我把他引到高山之上 你再过来接他的后路 咱们俩两头夹击 他不就跑不了了吗 这你倒好 好 上来就一棍子 我半天白忙活了 你瞧我这一脑袋汗 你瞧 师弟 师弟 有劳有劳 你再来一回怎么样 来什么来 朱伯爹一脑头要找唐僧去了 师父啊 刚才我在水下 跟妖精大战了几百回合 我说呀 我好不容易把他引上岸来 这臭猴子 他一下又给人拍回去了 师父您得给我做主啊 这不是我没能的呀 这朱伯爹呀 还挺得唐僧喜欢的 嘴又甜又会撒娇 时不时的呢 还给唐僧带着高帽 行行行 不能啊 不能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唯师我知道你有能为 你水下的功夫比你师兄强 哎 听见没有 哎 孙悟空边上干听着吧 那能说什么呀 哎 师弟 师弟 能可多劳 再来一会 再来一会 来不来不来了 师父您饿了吧 是不是想吃斋饭了 俺老猪给您画斋去 猴一听就明白了 哪是唐僧饿了 朱伯爹饿了 还你画斋去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你就没画过斋 当时也不能说别的呀 人在矮言下 怎能不低头啊 哎 师弟 师弟 你在这等着 你保护师父 我去画斋 哦 你要这么说嘛 那我就不去了 哎 你画斋可记住了 快去快回 多画点 别让师父恶着 师父饭量大 你别挨骂了 你饭量大 等着 孙悟空一跺脚 就没影了 一会儿的工夫 拿着佛波 画回斋饭来 伺候着师父吃斋饭 剩下的全归了猪八戒了 吃完了斋饭 孙悟一瞧 再来来 困了 累了 得歇会儿 猪八戒往河坡一趴 着了 好 他倒好 也不挑地儿 睡眠质量杠杠的 孙悟一瞧 干什么别求人 忍着吧 等到第二天天刚亮 孙悟过来捅他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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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 再来嘞 再来嘞 来什么来 还来嘞 朱波姐又起床气 说天刚亮 对呀 天刚亮 趁着刚亮好揍他呀 把他引上来 朱波姐实在抹不过去了 走 我去啊 不许再着急了 你再着急 跟你没完 一扛着耙子 朱波姐又跳到流沙河里了 这回再进去驾轻就熟 一会跟这妖精就对上手了 叮光五岁这么一打 这回行了 甭管朱波姐怎么挑逗 妖精不往上去 就在水里闷着 我就不上去 你上去 就不上去 这朱波姐是连打带骂 最后把这妖精火拱起来了 朱波姐前脚刚上岸 这妖精啊 在水里头露一脑袋 朱波姐一瞧 妖精 你敢上了吗 猪头 你敢下来吗 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上来我就下去 你下来我就上去 你上来 这俩人斗上嘴了 这俩人一斗嘴啊 行了 孙猴着急了 这他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上去下来下来上去 哎呀 又忍不住了 掏出自己这铁棒 飞到半天空 来了一招恶鹰扑石 从上往下就打 从天而降的棍法 掏打 他说往下打 那妖精早准备这个呢 露一脑袋自溜 就钻回去了 孙猴这一下又打空了 朱伯爹都急疯了 臭壁瓦瓶 臭猴子 你知道你怎么死的吗 你就是急死的 把这耙子往地去一扔 我不干了 别呀别呀别呀 再来了再来了 不刺猴 要不有那么句俏皮话吗 朱伯爹摔耙子 不刺猴 不干了 他这也不干 唐僧更着急了 佛弥陀佛呀 这何时才能到西天呢 被一到河就给拦住了吗 正想着呢 就听天空之上有人说话 唐长老 我祝你渡河 众人顺声音抬头观桥 见一片祥云 祥云上站着的 是观音菩萨坐下的 会暗行者 孙悟空认识 赶紧就上来了 哈哈 请了请了 会暗行者 您怎么有功夫到这来了 我奉观音菩萨之命 到此 祝你师徒过河 说着话 赶紧降落尘埃 朱伯爹过来也打招呼 会暗行者 多谢菩萨点话我归于佛门 拜了师以后 还没上南海去拜见菩萨呢 你回去给我带句话 说我谢谢菩萨 好 唐长老 我祝你渡河 说完话会暗行者一看河面 沙悟静 取经之人陷在此处 还不现身更待河时 这话喊完了 就瞧这水面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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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妖精打水里头钻出来 扑通一下跪到岸边了 参见会暗行者 沙悟静 现取经之人已来到流沙河 还不拜见 这妖精一听 谁是我师父 这位 说着话 会暗行者一引见 这妖精赶紧跪到唐僧的面前 师父在上 守弟子一拜 唐僧纳闷 怎么又弟子一拜 这又是谁 会暗行者给解释 唐长老 这位原是天庭的卷帘大将 因尸首打碎了琉璃盏 背贬下界 在流沙河行妖 后经菩萨点化 归一佛门 拜在你的门下 保你西天取经 哦 阿弥陀佛 即使菩萨的旨意 理当尊成 来 取剃头刀来 这刀子老用得上 拿过剃头刀来 给这沙悟静啊 一剃肚 剃肚完了 扶起来再一看 行了 虽然说这徒弟个高点 但是跟那俩徒弟比啊 就这徒弟像和尚 那俩不像 一个猪一个猴啊 所以后来呢 他这徒弟还有个别名 叫沙和尚 这唐僧收了沙和尚了 这该渡河了 会按行者掏出一大葫芦来 从沙和尚脖子上 把这窟窿脑袋啊 给摘下来 往这葫芦上一套 往流沙盒里一扔 这葫芦啊 剑风掌 变得跟小船一样 会按行者一指这葫芦 唐长老上船吧 阿弥陀佛多谢行者 唐僧撩家沙上了葫芦船 诸葫芦沙僧左右保着 白马和行李孙悟空带着过河 一众人这就算顺利的渡过了流沙河 过了流沙河 这九个骷髅人头变成了青烟 就消失了 葫芦会按行者收回来 唐长老 我要回紫竹林向菩萨交旨 你们一路西行多加小心 多谢行者 客气完了 会按行者带着葫芦走了 唐僧师徒继续登城 下回接言 咱们书接全文 上回书呢 说到 好吧好吧 这妖精必须俺老子前来降服于他 这一道平地上 猪八戒和老戒 人家这仨人以为三兄爷爷选胜 三兄爷爷 四点这么下回 分解 再打下 收督 一圈 雷 小雨 雷 质 五 小雨 一 七 五 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